不要看少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女性 她們可以捱苦 她們可以捱痛 所有的能力 我真的自然比男人更高 高很多 是 還有她們的多樣性 或者肯去開發自己的程度是很多的 我們一開始 坦白說我們都不是經常看女團的觀眾 但是她們某種程度定義了一些女團新的可能性 原來跳舞不一定是這麼女性化的 有些跳得很boyish 都可以很有型的 有些也有很多不同的舞種出現 我覺得其實是的 那個環境是推示到大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出現 而她們是在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現在是否去到可以影響到香港觀眾 我不知道 但是在於我自己來講 是一個香港觀眾 我本人也是 我是覺得開眼界的 是的 我經常都問花姐和Wing 其實如果你要選人的時候 你要選一對普通 大眾化口味的高瘦靚 叫得唱得 不用在ViuTV做這個女團 因為我們就要做一對ViuTV的女團 那ViuTV的女團是甚麼 就是大家會喜歡她們 但是一定不是大家傳統價值觀裏面那一種 她們是要有自己的個人特色 所以值得期待 有甚麼這次 有一樣東西我想說 是剛剛昨天發生的 昨天我和她們彩排的時候 我都作為導師 我都感到挺欣慰的 有一個我的組員就跟我說 他就說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這樣的擔心的 就是完結了這個比賽之後 我們的導師身份完結了之後 可能她會在第二代有很多不同的學習 有很多不同的成長 或者翌日可能會成為了一顆巨星 這樣才算 但是有一個組員就跟我說 沒有的 就算我們完了這件事也好 你一天是我們的導師 你永遠都是我們的導師 有這些這樣的comment 在她們很真實的人 去給到一些這樣的反應 我是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表演者的修為 是一些修養 她們作為女生 但是有這麼多 這麼… 心很大 所以我是覺得是… 不要看少 不要看少女性 她們都可以… 不一定是勾心鬥角的 不一定只有那些宮廷計的 可以有很多很美的部分 那大家就算沒有耐性都好 都希望可以給一些時間 他們慢慢去 show 給大家看她們的能耐 嗯 放心吧 心鬥角的部分 節目組一定會找到一些 這樣的蛛絲馬跡出來 然後放大她的 這班人 如果不是他們沒有東西拍的 所以那些又是好看的 到時看吧 嗯 但是有沒有試過很生氣 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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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有有有 嗯 我也有 有 我是有一個學員 丟了下來給我 我們兩個人都不想選 丟了下來給我的時候 我崩潰爆粗 是 但是現在 她是我那邊 最愛 我是最疼愛的一個 嗯 是 可以的名字嗎 SICA SICA 是 我也很喜歡 是 是 那個靈魂雙科的 是在哪裏 是 她是 她就是 原來她有很多的可能性 是 是 是 對於我 我就 我都曾經有一個位很生氣的 破口大罵的 我不是罵一些組員 我罵了整個節目的 就是我還說 為什麼要這樣拍 因為我很不喜歡那種 就是 將那些 大家的雙巴 那些噁心的面貌 拍出來 我有一天跟她們說 我覺得全部都很肉酸 就是 那些樣子很醜陋 就是因為有很多這些 心裏面其實不舒服 但是又去裝沒事 但是其實我看得出來 然後 之後我是破口大罵到 就是 這個節目是否真的需要這些東西呢 就是 人家想這樣拍 你不一定要這樣給別人 你就坐中了陷阱 就直接這樣爆出來 我都忍不住 我相信這部分都會出街 而我都覺得 沒有 既然我們要那些學員真實的時候 我們都不能太假 我們假不了 我們都沒有這個能力去假 我怎麼知道 我們又不是觀眾 到時你告訴我 許廷鏗罵爆節目組 許廷鏗說 不關他們的事 我都希望這件事不會生敗名裂 應該會遲些 應該會出的 都很早期 不過現在他們 去到我們真正的時間 他們比較成熟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